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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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怕见到阿飘 阿飘 能少女孩怎么怕阿飘 你既然这么怕 干嘛把气渊搞成这样 我想说 我下了些功夫 研究阿飘 是这个阿飘吗 赞飞 真的很讨厌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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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刘备 大哥 你没事吧 大哥 阿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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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边 那边 阿飘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自己怕还想到我 真可爱 不愧是今天要打雷 或是要掉筷子的 哎呦 三弟你不要闹了啦 让阿飘讲完啦 阿飘 标理他 继续说下去 我收到哪里了 你说到你下了一些功夫研究阿飘 好 根据我这一阵子的观察 我想 我也许可以知道大家消失的秘密了 真的吗 嗯 只是要查出大家消失的真相 可能要用到我新研发出来的新招 这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 没有什么把握就是了 很危险就算了 不要太勉强 是有一点点勉强 但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知道大冰淇淋的内功心法就有自己练过 还没有什么实战经验 大冰淇淋 听起来还好吃哦 大冰淇淋 大冰淇淋啊 你那个是双淇淋好吗 我说的是 大冰淇淋 大冰淇淋 对了三弟 你不要一直打断他 把我让他继续输了 打他 没关系了 我正好要张飞 帮我练习来这个内功心 呃 不要啦 大哥我会生气的啦 哎 要你做就做你废话那么多干嘛 嗯 好吧 那你告诉我 要怎么帮你啊 用力打我一下 啊 啊 哇 啊 啊 阿翔你没事吧 没事 哎呦人家他还没准备好 你怎么都出手了 算了算了 不要怪他了 真正对战的时候 哪有都没人准备好了 都怪我最近还不太熟 这个内功心法 不好意思啊 那你告诉我 到底要怎么做吗 等我运工运好了 你再用力打我一次 哎呦不要啦 大哥会生气呢 哎呦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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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了 我要出招了 要用尽全力哦 傻高飞 啊 你说什么 我叫你傻高飞啊 不行啊 傻 瓜 飞 哎 阿湘 这说话是有学问的 你叫你 还不打啊 傻瓜飞 那我不客气了 这个就是我自创的独门新招 这个就是我自创的独门新招 没事啦 我猜到了啦 不过下不为例咯 这个内功招式真的是你自创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啦 这个内功的来源叫做小冰气宁 是小的时候师傅觉得好玩交给我的 他让我用来凝住小昆虫小蚂蚁之类的 大冰气宁呢是我长大之后 自己揣摩演变出来的另一种新的内功 阿湘 你的师傅是谁啊 这个师傅不让我说 哎 阿湘 你真的很厉害 居然还会自己自创我 还好啦 所以 这跟大家消失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根据我的研究 任何恶意攻击石都会使用到一种舞者内息 我师傅叫这种攻击石所用的恶意之气为兵器 我利用小时候师傅叫我用来凝住小昆虫的小冰气宁的内息 研发出来可以将人类或者大型生物恶意攻击兵器凝住的内功 所以我叫他大冰气宁 不过我还比较生疏 最多只能凝住敌人三秒钟就是 可是他们消失都是自己消失的啊 并没有出现什么敌人 这可不一定啊 三弟 看不到的事物不代表不存在 嗯 没错 阿湘 你是不是要用大冰气宁凝住敌人三秒 然后好好看一下大家消失的秘密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 刘晨 刘晨 这么大一间学校 竟然一席之间 变为空城了 可见那种实力 超过我的想象 多管我晚了一步来学校 要是能回到前两天 要是时间能够重来 这什么东西 怎么又是你 上次坑我坑的还不够 怎么你没有跟其他人一样修饰 你干什么 这什么东西 你现在比较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还是想赶快把你眼给擦干净 你说吧 现在对你来说 哪一个比较重要的 废话 当然是 对啊 就算弄清楚被什么东西喷了 也感受不了被喷的事实 你是想告诉我其中的道理 让我赶快去救貂蝉 受不了了 谢谢 什么 我走了 这人怎么回事 你 阴人张义德在死 你们要抓就尽管来抓啊 啊 来啊 啊 啊 我乃张飞 张义德 我张飞什么场面没见过啊 我这么大一只 你们有本事让我消失啊 啊 他们为什么都不理我们 三地 三地 有点耐心 三地 有点耐心 大家小心 打开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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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刚看的没错的话 那是从床洞里面出来的磨 哎 刚发生什么事啊 内舞这是什么东西啊 出来吃冰淇淋的吗 那你怎么会有个黑洞啊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个黑洞 应该就是魔戒中的小鬼 会从里面出来的虫洞 那就是传说已久的虫洞 没错 没错 而且从那里头能出来的东西 可躲着呢 我想 是有人背着全相谋 和魔戒打交道 你们说的为什么我都听不懂啊 谁来跟我解释一下 两个官语 参一个名词 答案是双关语 双关语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看我卧小 让开 没错 虫洞 是通往魔戒的通道 这个大虫洞 平常是由全相谋盟主 派大将镇守的 以及保护一本 据说可以镇压魔戒 由虫洞入戚的心法 和魔戒打交道的经书 暗黑正经 可是刚刚那个黑洞 看起来不像大虫洞 我们再查一下暗黑正经 这些暗黑正经 可以自由进出魔戒 功力足以看回魔戒之间 并非特定组织 无法练成暗黑正经 还有这些 暗黑正经里面 有九种和魔戒打交道的方式 其中一种 有可能 就是这个世界的阴谋者用戒 这里 魔鬼搬运绝 哦 那这个阴谋者 是用魔鬼搬运绝 随机开启小虫洞 再利用魔戒内 魔鬼小鬼 极快速地把人拉进虫洞 这样我们才没发现呢 但是 但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会被你的 大冰淇淋给破继 是大冰淇淋 我耳朵了你 假的 我刚刚吃到口香糖而已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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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唯一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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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果然是你 这个混蛋 假设他们学习 对校团人都令你了 再者说 果然是东汉师的校长啊 我没有听说过有校长 会把自己的学生 关进魔界里面的 没错 大家为了 让无鬼班人绝 绝对办到城洞里去去 要救大家 就拿全天的帮助 玉玺来换吧 你很奇怪 玉玺又不在我们身上 怎么换啊 那是你的问题 跟我有这种关系 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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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阿湘 我们能够破无鬼班人绝吗 我们是绝对破不了 无鬼班人绝的 但是我知道 暗黑真尖 是我们家的视角 庞家世代保护的 如果庞家的人愿意借我们看 或许 我们可以找到破解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庞家的人 庞家的人都非常的神秘 现在传到第七十二代 庞统 庞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外号凤楚 也就是小凤凰的意思 江湖传言 非龙在天 凤凤凰于世 非龙在天 凤凰于世 这个名字 很甩啊 蛮甩的 知道意思吗 这意思就是说 非龙在天上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而凤凰却躲起来 很难找到 那这样的话 我妈怎么找到凤楚啊 要找她 只能用飞机传书了 飞机传书 只是小猫而已啦 只是小猫而已啦 老鼠啦 老鼠 老鼠 死了啦 死了 感觉我们这样 好像在鬼屋里约会了 确实 约会 等事情过去之后 真的去鬼屋玩好了 你们两个干什么啦 偷偷的放闪哦 好啦 三弟 别闹了 不要耽误人家了 就是了 你很无聊啊你 很无聊 二哥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 我也可以陪你去鬼屋啊 怎么样 谁要跟你去鬼屋啊 无聊 二哥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那个从不动的事 那五只鬼 所以 应该不会对貂蚕怎么样吧 貂蚕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飞机船出发 你神奇啊 不不不不 为什么我第一次演习 就这么大制作 我去帮你 这里啊 什么意思 不是这台 搞什么嘛 把我的梗都还给我啦 喂 你们快过来吧 飞机在这里 哎 我来了 来了 这个就是我说的 飞机船书 你是要说这只鸡会飞吗 还是说它用走路 这么大一只鸡 应该要飞很久吧 对啊 用鸽子应该比较快吧 放心吧 我们家和旁家联络用的 这些杏鸡 都是没有污染的哦 吃的都是有机饲料 飞得超级无敌快 我们叫这个鸡是 有机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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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听起来超怪的 感觉不能被信赖啊 请放心吧 最值得信赖的 就是这些可爱的 有机鸡了 呃 名字怎么会怪嘛 管它有机鸡还没机鸡 反正能打承认应该 就是好机鸡 更怪 我怎么看 吃宵 我吃宵 留下 管它 就行 我吃宵 我吃宵 吧 帮我吃宵 我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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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宵 我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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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吃宵 你吃宵 不等很久了 放心吧 有叽叽传说会来 他就一定会来 香香 好久不见了 各位 这就是我的儿时玩伴 凤厨 大家好 我姓庞 名统自示员 外号凤厨 凤厨 凤厨你好 凤厨 因为情况紧急 我就直话直说了 香香请讲 我们想要借你家传的 暗黑真经 看看无鬼搬运绝 应该怎么解 原来是这么回事 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 对不对 一句话 办不到 香香啊 我们庞家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保护暗黑真经 不让任何人看到 所以怎么可能拿出来给他们看 如果你愿意跟他结婚 那你就是他家里人 看自己家传的经书 当然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上废 今天的决定就是明天的未来 如果我们决定不做任何改变 那未来怎么会改变呢 不愧是无所谓 只要有心预行 你觉得难道 把一群交出来 先帮人我们再给预行 打不落 打不离金 笨 收到哪间 от BONUS 在这里 在这里 下班 大哥 天快亮了 能不能别离开呢 沉默享受悲伤的歌 无声视线却模糊了 那流星伤过 我们许下一个愿望 要在一起却不分离 你怎么放弃了 星空在闪烁 像你的眼泪悄悄划过 当你放开了手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舍不得我 泪光在闪烁 而我的眼泪忍住不敢坠落 我还留在黑暗中守候 你却一起远远离开我 有过的快乐我都期待 会开始战车 爱怎么停了 我们都累了 感谢观看 我的天赵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